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啊最近呢周鹏已经被广东这边交易转回到深圳队这边 新赛季的话已经被深圳这边的完成注册 将会代表深圳队呢去角逐更好的成绩 当然从目前来看的随着周鹏交易到深圳队之后呢那么有一些球迷却认为啊 周鹏这边是不是没有人绕财最终的被深圳这边强行要过去了 甚至还在社交平台当中发文去讽刺周鹏 所以在看到这样的一个声音之后我们也看到周鹏这边的也是非常生气 最终呢忍无可忍忍无可忍回怼首次的这个球迷 接下来呢和大家的具体分享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在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周鹏关注广东对这些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根据球迷在网络上分享了一个图片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整个事情的原委 一开始呢是这个啊球迷呢在某个视频当中留言 说广东队长没人要才被深圳认领了要不没有人要的话会丢人现眼的 他还说自己呢在丹东曾经遇到周鹏把这件事情呢 说的是神乎其神 那么在这个球迷发出了这番言论之后 而且呢IP地址显示在辽宁 很明显呢就是当地的一个球迷 那么在看到这番回应之后呢那么周鹏这边也是非常的生气 所以我们也看到他这次是彻底不留情面的 虽然他本身是出生于辽宁这边的球员 但是这一次呢他看到这个不理智球迷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和质疑以及嘲讽之后 他也是忍无可忍了 回复了以下几个字 他说你在丹东遇到过我出现在哪里啊 小趴菜 那么这其中三个字小趴菜呢应该说是说出了周鹏心里面那个话 那么也可以说呢在北方里面的话 这三个字啊也是 去骂人或者说去攻击人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话 从中也看得出来呢 周鹏心里面确实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生气 所以最终用了这三个字呢来形容这个极端的球迷 回怼了他 所以说实话目前来看来看得出来周鹏这一次呢确确实实非常的生气 因为我们知道他一直以来呢都非常的在意啊他自己的一个身份和口碑 在此前媒体采访他的时候呢用了一个老将来形容他的话 那么他自己本身呢也是不服气的 他当时还表示说呢大家都喜欢用这样的一个身份来称呼我 但是他自己呢还觉得自己是当打之年 还能够继续在赛场上奔跑 所以新的赛季他想要用成绩来证明自己 我们从周鹏过往那个态度其实就能够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比较要强 而且他是一个比较真气的一个球员 而我也觉得呢这样的一个特质恰恰就是一个优秀球员呢应该必备的一个数字 只有你不断的去证明自己只有你不服气不服老呢那这样一来你才能够永远的处一个勤奋的状态才能够永远处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才能够帮助球队取得更好的成绩才能够打破别人的偏见 所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一次周鹏会如此生气的去回怼了这个辽宁当地的球迷 那么确确实实是已经伤到他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其他球迷而言呢即便是你不喜欢周鹏的话其实也没有必要呢 说这么刻薄的一个话 而且新赛期的还没有开始我们也根本不清楚新的赛季周鹏 是不是就像有些球迷看碎的那样真的不行了 33岁这个年纪虽然说不算很年轻 但是也不算老那么一线连呢现在的年龄呢比 这个周鹏的话其实也 没有太大的一个优势但是一线连在 上个赛季表现还是相当不错而周鹏在上个赛季的表现呢也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大家其实也不妨期待一下新的赛季周鹏整体的一个表现 如果到时候啊他的表现非常不错了我觉得大家呢应该给他大大一个赞 如果表现不行的话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再考虑了后续的一些发展问题呢也不迟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